关键时刻,欧洲的24颗伽利略导航卫星全盘崩溃 然而中国北斗也在此时发布重要信息 是巧合吗? 导航系统在经济、社会、军事等领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目前能自主拥有全球导航系统的国家屈指可数 据最新报道称,欧洲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局宣布 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服务中断,信号将不可用 恢复时间无法确定 事实上,这次重大故障与广播星力有关 伽利略导航系统无法更新卫星星力 短期内不会造成很大影响,但长期就会导致定位失灵 据悉,情况还在逐步恶化 目前载轨的24颗卫星陆续出现掉线失联状况 2011年,伽利略首颗卫星发射 预计在2020年建成30颗卫星组网 在今年刚具备完全工作能力 就出现这种罕见的全局服务中断故障 有专家称,在这个关键时刻 伽利略导航系统崩溃 将重挫市场的信心未来前景堪忧 除此之外,欧洲原本寄希望于伽利略 而摆脱对美国GPS的依赖 尤其在军事上,军舰,导弹,防空系统等 都需要导航信号 美国可以人为关闭中断GPS信号 让敌人陷入极度被动 有意思的是,就在欧洲公布此消息的同一天 中国北斗也在发布一则重要消息 据介绍,北斗导航系统载轨的34颗卫星 运行稳定,状态良好 正常提供高精度导航服务 是巧合吗? 伽利略导航和北斗导航颇有渊源 我国此前也是伽利略导航项目参与国之一 在投入大量资金和精力后 依然被排挤在外 这也直接促成了我们的北斗计划 最后,两大导航系统也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伽利略导航由于资金方面扯皮推诿 一直进展缓慢 而我国在技术完全空白的情况下 凭一己之力先伽利略导航五年发射卫星 这也就意味着我国抢先一步取得卫星频谱资源使用权 让伽利略导航陷入被动 不过,北斗导航发布运行信息只是一个巧合 并非针对伽利略导航 因为无论是卫星数量 导航精度还是稳定性 我们都已没有必要再做无位之争